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美中新一轮贸易谈判 2月21号在华盛顿展开为期两天的磋商 会前外界除了猜测此次美中双方或将草拟被忘录之外 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将接见中方首席谈判代表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成为关注的焦点 对此中央社22号早上引述白宫声明证实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22号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此举也让外界乐观认为此次谈判已有相当进展 才会让川普再次接见刘鹤 美中贸易谈判迈向乐观发展的迹象 从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出来 具有中国官方背景的陶然笔记微信公众号 也发文以乐观的匹处形容此次会谈的状况 文章投入这次的美中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 从1月底的磋商一样 都选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 除了刘鹤 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姆努钦之外 中方参与的人员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 中央财办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廖明 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骏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 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崇亮 而美方参与的人员则有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 总统贸易和制造业政策助理 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 副贸易代表格里什 商务部副部长卡普兰 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多德 农业部副部长麦金尼 文章另外附上几张谈判的照片 并形容现场气氛比前次轻松不少 就连表情一向严肃的莱特希泽 这次也面带微笑露面 再加上这次会谈选在曾签署联合国宪章 和雷顿森林协议等重要协议的印第安人条约厅 从美中对细节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这点 文章认为这次的磋商开了个好头 的确从目前种种的态势来看 美中贸易磋商确实正走在正向发展的道路上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两国已经开始起草原则性承诺纲要 并研究解决贸易失衡的十项短期对策 其中包括购买农产品 能源和半导体等产品 彭博也引述知情人士报导 中国提议每年额外购买3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例如大豆 玉米和小麦等等 去年中国合计进口了242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 以这个标准来看 北京此次提议无疑相当大手笔 除此之外 路透社也指出 目前双方官员正针对最复杂的中方结构改革问题 也就是强迫技术转移和网络切到 知识产权 服务 货币 农业及非关税贸易壁垒 草拟六份谅解备忘录 据联合早报报导 早在2月14 15号 美中官员就在北京的会谈中互换文本 进行拟定书面承诺纲要的工作 文章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原本当时参与讨论美方官员 甚至曾考虑留在北京继续进行相关磋商 但之后双方还是同意休息几天 改到华盛顿继续谈判 经过了七轮磋商 双方在关税大限前能取得草拟备忘录 无疑是一大进展 不过目前人不清楚谅解备忘录 是否会包含执行机制 也就是说 中国如果不能满足美方要求 美方可能会再加增关税 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2号接受福斯专访时表示 书面上订好条款是一回事 制定执行机制是另一回事 他强调 美方代表团正在努力 确保执行机制也纳入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 刘鹤此次赴美被冠上了 习近平主席特使的头衔 而上个月赴华盛顿谈判时却没有 华尔街日报报导 这表示刘鹤这一次获得额外授权 必要时可以为了达成协议 做出让步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 皮尔斯伯利也观察到 中方此次的谈判策略 他在受访时说到 为了促成共事 刘鹤回避了一对一的单独会晤 中方代表团只以团队身份 进行磋商 带上所有的机构利益 不过文章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虽然刘鹤对莱特希泽和姆努 做出了承诺 但双方磋商的书面党 却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改 让人疑惑 刘鹤是在搞安抚策略 还是真的无法推动中国政府 同意必要的改变 以上是孙玉山为您播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美中高层级官员 将于今明两天在华盛顿继续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 媒体援引有关人士透露的消息称 双方谈判官员正在加紧拟定协议 美中首脑似乎也希望尽快结束贸易争端 但却都面临国内强大的政治压力 就在中国副总理刘鹤访美前夕 中共党刊求是刊发了习近平去年8月的一次讲话 习近平在那次讲话中强调了共产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 但绝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和司法独立的道路 与此同时 川普几天前在对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社区的讲话 更是把社会主义否定到底 他说社会主义在繁荣的旗帜下制造贫穷 在团结的口号下散布仇恨和分裂 他吆喝着美好的未来倒退到过去的黑暗 他心想事成为所欲为 他执根于对历史和人性的无知 他为暴政的崛起开路并最终导致唯命适从 求是刊发习近平讲话的时机引发外界关注 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中共党内人士的分析指出 刘鹤访美之时 中共党媒刊发习近平有关拒绝西方宪政的强硬讲话 并非巧合 这显示出习近平因美中贸易战 而面临来自国内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压力 该报道引述中国商务部所属一家智库研究员梅西玉的话说 中国内部出现越来越强大的要求 对美国采取强硬路线的呼声 他说美国应该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不要过于贪婪 川普在美国也面临相似的政治压力 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及 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 川普对贸易争端感到厌倦 急于达成协议将令美方无法实现迫使中国做出根本改变的目的 报道所说的对川普施压的那些奇怪的同床人 有某些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美国商业团体 公会反对自由贸易的保守人士 例如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等 华盛顿保守智库企业研究所的中国经济专家 史剑道对该报说 川普内阁中的对华贸易强硬派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对川普在贸易问题上 对中国保持强硬姿态有很大的影响力 史剑道说 如果莱特希泽辞职或者说他被否决 那等于为川普的对手提供大量的弹药 据根据熟悉谈判进展的人士 向CNBC所透露的消息 尽管双方在川普政府提出的要求 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问题上 仍有很大差距 但就如何达成协议 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大纲 熟悉谈判进展的消息人士 对CNBC说 双方谈判官员拟出 六个与结构性问题有关的谅解备忘录 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 网络盗窃、知识产权、服务、货币、农产品 以及非关税贸易屏障等 消息人士称这个过程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贸易谈判 该报道说这些备忘录涵盖了影响美中贸易关系最复杂的问题 尽管谈判最终仍可能会破裂 但是这些谅解备忘录是在让中国在签署广泛的原则同时 同意就一些重要的议题做出具体承诺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报道提及财长姆努钦已经敦促中国对外国公司开放金融服务市场 包括已经为进入中国市场等待多年的威视和万事达信用卡 此外 备忘录中还包括货币问题 报道说包括姆努钦在内的美国官员已经警告中国 不要通过让人民币贬值而获得竞争优势 去年人民币兑现美元曾有明显的贬值 分析认为人民币贬值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川普的关税 双方还在就如何建立一个协议执行机制进行商谈 路透社上个月在一篇报道中称 美国在推动就中国的贸易承诺的实时进展进行经常性的评估 并在北京违反协定时重新实施关税 消息称双方还就中国提出的旨在削弱美中贸易逆差的 十项产品购买清单进行了商讨 中国提出购买的美国产品包括农产品 能源和半导体产品等 去年几度大跌的股市在进入2019年后开始稳定 分析认为这是反映出市场对于美中贸易谈判前景更为乐观 市场分析机构IHS Market 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今年一开始市场情绪变得积极正面 原因是北京和华盛顿传出更多积极的谈判消息 比斯瓦斯说看起来美中双方很快会达成一个协议 市场情绪确实因此得到改善 美国股市受贸易战影响几度起伏 一些分析说川普将股市视为自己的政治运势 因而会对他坚持在贸易问题上 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造成负面影响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赞同川普政府 针对中国在贸易上的不公平行为采取行动 他们也担心川普急于达成协议 而使对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施压的努力半途而废 华盛顿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刚刚发布了一份题为 回应中国的经济挑战的报告 报告共同作者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国会众议员 查尔斯·博斯坦尼 他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和美国都为达成一个协议而面临很大压力 但我相信持续对中国施加压力非常重要 这份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中 首先就强调要对中国持续施压 认为美国需要的协议不仅是为了削减贸易赤字 而需要促使中国改变其贸易上的强势 和导致市场扭曲的贸易产业和技术推广政策 博斯坦尼说 川普接受了一个协议 就是为了换取一些货物 那是危险的 他并没有想如何解决更多结构上的问题 那样我们最终还是维持现状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22日川普会在白宫和刘鹤见面 预期川普会对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给予评价 以上是木子卫宁博宝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2月19日美国总统川普说 美中贸易谈判进展得非常好 取得重大进展 他还暗示对延后完成谈判期限 抱持开放态度 说3月1日不是魔术日子 与此同时 有习近平主席特使头衔加持的刘鹤 即将在华府与美方展开新一轮谈判 之前一天 白宫发表声明说 会谈是为了达成影响美中两国贸易的 中国必要结构性改革 双方也将讨论中国向美国购买数量 庞大商品与服务的承诺 从双方紧锣密鼓的谈判来看 彼此都是想尽快达成协议的 美国知名智库学者葛一豪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美中贸易谈判将会达成协议 因为现在双方领导人都有政治意愿这样做 葛一豪说 我认为会达成协议的原因 是很显然总统川普和主席习近平 都希望达成协议 所以最终他们可以命令 他们的谈判代表这样做 因此我认为政治将起主导作用 葛一豪是最近美国两家智库 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 和加大顺利亚哥分校 全球政策和策略学院 21世纪中国中心 发布的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报告 路线修正的经济部分主要撰写人 美方贸易谈判代表 向中方提出了对中国经济 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也就是保护智慧财产权权 在盗窃机密 强迫技术转让 和对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 进行改革 其中有些中国已经有法律规定 因此重点是如何执行 核查的问题 而在国企补贴问题上 现任布鲁金斯清华中心 非常驻研究员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 客座教授的葛一豪认为 中国会对违反WTO的部分 进行改革 例如出口补贴 但涉及到中国发展战略的部分 可能会比较困难 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在更强有力的 智慧财产权保护制法框架方面 是能够建立共事的 我认为在国有企业中 技术公司的补贴方面 中国要做出改革 会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他们的立场 是这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 每个国家都有权 以自己的方式发展 这些并不是WTO规定 禁止的出口补贴 这些补贴是给中国公司 开发国内市场的 他们认为有理由这样做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 将难以获得共事 或找到解决方法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 欧伦斯认为 美中贸易谈判 主要是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 因此中国将增加购买 美国的农产品 例如大豆以及能源产品 而结构性问题将被延后 他认为北京对结构性的问题 其实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问题是如何落实 他说有关结构性问题 我觉得中国已经有了方案 中国已经宣布了 解决结构性问题的方案 在五年半前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他们建议进行结构性改革 如果落实的话 许多美中之间的 结构性问题就不会存在 因此问题是 什么时候习近平会理解 这不仅有利于美中关系 而且对中国有好处 但是外交关系协会 亚洲研究主任义鸣认为 习近平大权在握 如果他想进行 结构性改革一定能做到 而且中共十八届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 并非全部是改革内容 其中既有市场应对资源配置 起决定性作用 又有要做墙 做大国企 他认为今天中国的局面 正是习近平要控制 包括经济在内的一切 所造成的 因此他对美中贸易关系 未来的走向不表乐观 一鸣说 我认为习近平本身就是 中国经济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我很不乐观 我认为过去六年来 很多中国的改革者 一直在做这件事 他们在去年秋天的经济会议上 大声疾呼 说我们的经济在沉沦 我们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我们知道 刘鹤也是有这种倾向的 但是习近平不会愿意冒放松 对经济控制的风险 格一豪认为 即便在中国 未能就所有美国的要求 做出让步的情况下 谈判双方依然会达成协议 他认为 至终美中双方会建立一些新的谈判框架 来处理那些需要较长时间 才能解决的问题 美国农业部副部长森斯基认为 美中双方的谈判节奏已经加快 且富有成效 不过他不认为 新一轮谈判能解决所有问题 18日他在一个行业会议上表示 关于农业部分的贸易谈判 双方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 并缩小差距 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上是孙云上为您播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举行川经二会的前夕 国务卿蓬佩奥重申 全面且可查核的非核化 仍是美方的目标 而且美国在确信核威胁大幅降低之前 不会松绑对朝鲜的制裁 在松绑制裁的条件下 较至以前有所松动 川普和金正恩27日至28日在越南河内的会晤 是美朝两国自去年6月以来再次举行峰会 能否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备受关注 第一次川经会后 朝鲜无核化进展有限 甚至期间传出收回相关承诺的威胁 不过朝鲜自2017年底迄今没有进行核试验和试射导弹 蓬佩奥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NBC节目今日秀访问时 首先重申美国对朝鲜非核化的立场 而且朝鲜要确保全面去核且可验证 对于韩国总统文在寅曾建议的美朝签署中战宣言 美方减少驻韩美军人数等关键问题 是否会在川经二会上讨论 蓬佩奥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对主持人说 这是个好问题 蓬佩奥也不愿透露谈判细节 只是说美国的目标是全面且可验证的非核化 但他强调 美国要确信北韩核威胁的风险大幅减少后 才会松绑现在对朝鲜实施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而过去美方坚持的标准说法是朝鲜必须首先完成全面可验证且不可逆的非核化 美国才会松绑制裁 这是否是川普为了尽快在朝鲜问题上有所突破而采取的让步呢 舆论多有质疑 早些时候川普也公开表示只要朝鲜不再核事 他不急着说服金正恩放弃核武 不过这期间会持续制裁朝鲜 目前媒体总结出的第二次川金会的大看点如下 首先就是美方的要求 对于第二次川金会 美国的主要诉求是朝鲜放弃核武器 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 以达到朝鲜半岛最终的经过充分验证的无核化终极目标 为达到这个目标 华府的第一步是希望平壤同意提出具体的无核化时间表 第二 朝鲜的要求 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金正恩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包括解除对朝鲜的国际制裁 正式宣布结束朝鲜战争 美韩停止军演及裁军 美国正式外交承认朝鲜 朝鲜与韩国的和平条约 以及经济援助等 之所以金正恩赶狮子大开口 是因为朝鲜认为自己做的已经足够多了 核武实验停止了一年多 还拆除了一个核实验场 不过对美国来说 这些不足以作为解除制裁的理由 多数专家也认为 朝鲜也不会彻底放弃核武 美国印太司令海军上将 菲利普·戴维森在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书面报告中说 朝鲜不可能放弃所有核武器库及生产核武的能力 印太司令部的这一评估 与美国情报界的看法一致 戴维森在报告中说平壤会寻求部分去核化 以换取美国及国际社会的让步 早些时候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国会作证时也表示 朝鲜不会放弃所有核武器库 过去也曾违背承诺持续发展核武 专家评估朝鲜有可能在下周的川津会上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派查核人员核查 位于平壤北部宁边的主要核设施 但不会同意遵守核武扩散条约及拆除宁边的核设施 对于为何选择在越南见面 有分析认为这是美方有意向平壤发出这样一个信息 曾经相互交战的国家也可以建立积极的关系 从美方的角度看 越南可以作为朝鲜的榜样 因为越南对中国有意主导东南亚地区的行为 向来持谨慎态度 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的报道认为 正如川普和金正恩首次高峰会地点选在新加坡的理由 就美国和朝鲜双方而言 越南的地缘位置也比较中立 因此被选中 另外金正恩专机苍蝇1号的续航距离 住宿设施 媒体采访环境等多种因素 选定越南为会谈地点 不过也有报道称 金正恩此行会搭乘火车 从美国的立场来看 越南曾在1990年代摆脱美国的经济制裁 并与美国建交 之后两国关系快速改善 越南忠诚国际社会的一员 这些发展历程富有象征性意义 对朝鲜来说 越南同属社会主义国家 在东南亚国家协会成员国中 与北韩的政治交流比较密切 金正恩借川金二会之机 可亲身已会越南的改革开放政策 和经济发展成果 总之或许正如川普所说的 这是一次大胆而崭新的外交尝试 以上是莫子为您报报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我们的Gien joint 政府 deve讨论 成为川普国家 川普国家闪争 是夜店的三国时 他今天10日会 他会继续 去港台姆费 不能通过 中国开放等 香港与美国寺 河美国的预论 第二次计划 做成为最新的职域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于当地时间19日说 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毕根 今天将前往越南首都河内 继续为下周举行的第二次川津峰会做准备 发言人还说到 他对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峰会上 做出的承诺将旅行保持信心 2月27日至28日 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美国总统川普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谈即将登场 川津峰会可能达成的成果备受关注 韩国朝鲜日报2月1日的报道就说 美国对朝鲜无核化的相应对策 是以中战宣言作为筹码 来讨论建构和平机制的方案 韩国东亚日报2月2日也指出 毕根打出了中战宣言牌 敦促朝鲜全面申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飞弹 中国时报引述东亚日报提到 毕根1月31日在加州史丹佛大学 亚太研究所主办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说 全面总结了美国对朝鲜战略 毕根表示川普已准备好结束韩战 美国不寻求进攻朝鲜或颠覆朝鲜政权 这些话暗示了有关签署中战宣言的议题 肯定会被摆上谈判桌 东亚日报11日更在头版头条 以中战宣言与核部分申报将写入核内宣言为标题 指出川津二会将进行大交易 也就是指非核化路线图协议 包括提出中战宣言并讨论建构和平体制方案等 已经提交代后续工作磋商 根据中央社引述东亚日报11日的报道指出 一名外交消息人士说 毕根表示第二次川亲会将包含非核化初期 双方就因行措施所达成的共识 报道还引述韩国另一名政府相关人士透露 毕根还表示 双方讨论了尚未对外公开的实质新内容 而毕根在回国前 与韩国朝野国会议员的面谈中也说到 朝鲜的态度比过去更为积极 关于这一点 有分析认为 朝鲜可能向美国要求缓和制裁 提议关闭朝鲜临边以外的诱和设施等 毕根2月3日抵达首尔 与两韩官员一同讨论川津第二次峰会的相关事宜 6日至8日 毕根在平壤同朝鲜国务委员会 对美国特别代表金赫哲举行工作磋商后 9日同韩国外交部长康金赫 总统国家安保市市长郑益荣分享谈判结果 并于10日返回华盛顿 东亚日报虽然一再指称川青二会将进行大交易 但韩国就忧心这笔大交易会玩太小 怕美国有意从国内政治考量出发 轻易承诺放宽队平壤制裁 那么韩国的安全还会继续面临威胁 韩联社指出 最理想的大交易应该包括验证零边器和真卫 申报销毁和查其他地区又不提炼设施 拆解核弹头并运出境外 销毁核原料 美方则以全面放宽或解除制裁 正式建交 签订和平协定作为回报 然而对于川青再会的成果 却鲜有专家做如此乐观预测 甚至警告说 绝不能允许朝鲜又想在谈判中使用弃满战术 要是朝鲜只选择关闭破旧的核反应器 这项承诺将毫无意义 据称美国提议朝鲜先对以承诺废弃的宁边等核设施 进行验证和废弃 然后再扩大弃核的范围 对此 韩国中央日报11日的社论则较乐观指出 这属于分阶段解决问题的方式 逻辑并无问题 因为朝鲜无核化的复杂性 不可能一刀切式的弃核 虽然为一举达成全面可验证且不可逆转的无核化 但只要能在川清议会中达成实质性协议并予以落实 便具有很大意义 一位前朝鲜外交官何永浩 19日针对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表示 川普获得金正恩无核化的坚定承诺至关重要 而川普自己也认为 2月27日和28日将在越南河内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非常令人兴奋 并补充说 他相信会有很多事情发生 包括最终无核化 还表示他19日早些时候 通过电话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交谈 并进化在20日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谈话 以上是孙云算为您带来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